臺灣國債高達5兆壓的政府喘不過氣來 小老百姓也被迫扛重彈 平均每人揹在21.6萬 稅改啟動財政部長劉一如宣布 將成立財政健全小組 列出優先稅改項目 包括提高一夜稅 土增稅 消費稅 開增爭所稅 最快9月上路 去年下半年開增奢侈稅 半年來稅收才17億 另外臺北市今年要開增豪宅稅 約有1萬戶符合豪宅標準 預估將可增加3.3億的稅收 請聽第三種聲音 歡迎收看NGO觀點 我是葉明蘭 剛剛看到了 您知道嗎 我們現在國家的債務 已經高達了5兆100多億 那麼算下來呢 我們每個人平均呢 都負債了21萬6千元 這樣的數字呢 恐怕還會持續的增加 如果要解決國家 龐大的債務危機 那麼大家討論的是 是不是要加稅 所謂的公平的稅制改革 是不是真的能夠實現呢 今天節目我們一起來關心 首先來看下面的VCR 白菜青薑菜現在通通來做這個價格 一把只要5塊 物價一直漲 一把菜只要5塊 這種好康哪裡找 大家都想要搶購 2月開始 天然瓦斯和統裝瓦斯都漲價了 再來是水 電 油 核實漲 小老百姓很擔心 資訊委員會結果他們 資訊委員會提出建議 會整體來考量 有關荷包的 除了民生物資還有稅 高達5兆的國債得全民負擔 政府積極尋找徵稅的目標 陳中內閣宣布 最快3月中成立財政健全小組 針對稅改議題進行討論 內容包括資本利得課稅等等 希望9月上路 在這個小組上面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會透過密集的開會 決定到底哪些財政的議題 稅改的議題是列為優先的 具體的實施就可以 在9月的時候開始陸續的上路 財政健全小組 應該由陳中親自擔任召集人 他強調社會關心的資本利得 有很多激增技術性的問題 多年來沒有達成共識 會盡快進行全面的檢討 像科技業已經享有 多年的足稅優惠 金融業也因為金融海嘯 營業稅從5%調低到2% 兩者都有可能成為稅改的指標產業 被要求調高稅率 財政部的工作並不只是在加稅和減稅 要考慮政府整體的財政收支 怎麼讓它能夠互相的配合 如果講稅制的改革的話 在這方面來講 其實不是只有資本利得稅的問題 我們有很多整體稅制 重新把它監討一下 產業界擔心稅改會衝擊到產業發展 而稅改的目的是為了追求賦稅公平 像是提高富人稅 開增豪債稅 讓小老百姓拍手 原來路的豪債 它原來一年大概 房屋稅大概是7萬5萬 然後如果是加價科徵的話 會調漲到30萬 不過調漲到30萬的話 也比它一年的管理會還少 稅改稅改講了20年 除了民國95年最低賦稅制 勉強稱得上是一項加稅政策 訂定每個企業和個人最少應該繳納的稅 是多少之外 其餘的都是減稅 租稅是社會公平正義的一道防線 今年會有怎樣的突破呢 恐怕還是回到養額和拔額毛的問題 今年稅制改革會不會真的再次的跨出呢 我們今天節目一起來關心 為您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經濟學家馬凱 你好 各位觀眾好 第二位是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章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是 在我右手邊呢 這是中華個人財產規劃理事長羅永三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員黃偉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現場呢也有幾位觀眾朋友來到現場 那我們首先就要來看一個資料 我們剛提到所謂的現在的這個國家債務 非常非常的沉重 您看到了到今年1月的時候呢 國債呢所謂的長期國債是 4兆7685億 那麼如果加上短期呢 2491億 就是呢目前的國債呢 是5兆176億 那麼算一算 除下來我們每個人平均負擔是 21萬6千元 但是呢民間的稅改聯盟說了 其實呢加上潛藏性的這個 所謂的國家債務呢 恐怕我們每個人負擔是超過80萬的 到底怎麼定義國家債務 但是但是看到說目前在你我的身上 已經背了20多萬 我想每個人想起來 這個心情都是蠻沉重的 那為什麼我們的國債會一直一直的往上來增加呢 您看到了其實呢96年呢是3兆多 然後呢97年呢持續增加到3兆7千多億 98年呢就衝破了4兆 然後99年呢就到4兆5千億 到了100年去年的時候呢4兆6千億 那今年1月呢就到了4兆7千億 然後呢我們看看這個所謂的債務比喔 我們整個國家這個債務比喔 其實法定的這個債線上額就是40%了 但是呢我們從30%一直往上走 現在已經34.88了 這個數據看起來真的是觸目驚心 但是因為不是我們一直直接承受到 所以你沒有感覺到 其實這個國債的壓力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我首先請教一下馬老師喔 其實國債的問題 大家都很關注 為什麼在大家關注的情形之下 我們卻看到這個債務危機喔是年年的升高呢 其實如果你不是只看台灣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債務太低了 你想想看日本的債務到GDP百分之兩百 換算成台灣的話就是要20多兆的負債才跟日本可以比 那美國也到百分之一百以上了 那歐盟的國家大概每個都是百分之一百一百多 不過老師說這樣是經濟體現在狀況也不是很大 我們跟他比其實是小物件大物 但是你從另外一角度來看我們之所以落到這個地步是因為我們 我們自己找的 如果我不去賺錢了我每天繼續的要採米油鹽 就是還不包括就是說地方政府的債務 還有就是說我們相對於其他的國家來講小的的話是 我們的公共債務的相關規定是我們自己獨創的 不是就是說國際上面通用的 我們還有大量的就是說潛藏債務的這一個部分 並沒有被納進去一併來做就是說討論跟檢討 如果就是說這裡面就是說所謂潛藏債務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有非常多的計算包括審計部立法院等等都做過不同的就是說估計跟估算 如果這些通通都再加上去的的話 我們現在事實上是破二十兆 這裡面包括就是說像勞保的潛藏債務有五兆 那我想很多的民眾可能會知道跟關心的 譬如我們我們的繼承道路就是說徵收 路已經把人家的地徵收來開了用了 但是就是說還沒補償人家等等這些全部通通都加上 還有就是軍保 工保 農保 勞保 包括我們最新開辦的國民年金保險 聽起來大家都頭很痛了 這個欠的錢這麼多 可是老師說其實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我們也不用太擔心 但是我剛剛講就是說我們自己用獨創的就是說 標準來來做就是說相關的計算 就是說在包括瑞士 甚至於他貨幣發行都算在他的債務裡面 所以就是說這樣子的國際比較 其實不在同樣的就是基礎之上 而且我特別要提出來一個重點是 我們在去年很高興的剛大家宣布 財政部跟大家宣布說我們沒有外債 台灣零外債 但是事實上的事實是我們借不到外債的 就是說以國際現實來講很簡單的 我們會不會借錢給一個沒有身分證的人 所以我們的情況我們最後一筆欠的是沙烏地阿拉伯 那是我們跟他有邦交的時候 所以就是說現在希臘有歐盟的國家在支撐他 杜拜之田的就是說情況有他的阿拉伯弟兄 台灣的就是說未來的就是說我們的債等等 我們的債務等等就是說爆發到嚴重的 就是說情況跟地步的時候的話 我們到底要靠誰來支撐 這更簡單的一個意思 我們在去年度我們剛剛這些債務的利息 一年來的話就支出一千三百億以上 那佔我們簡單的講就是 我們政府每支出一百塊錢 有七點四塊是在還這些債務的利息 還不是還本金 所以未來這樣子的就是說壓力 事實上我們更少指化 未來我們的就是說年輕人 光單單承擔債務的就是說利息的壓力 而且能夠承擔工作的人口 繳稅的人口越來越少 這樣子的壓力事實上是會剝奪 未來年輕人發展跟生存的空間 是我想請問理事長 以您這個會計師這個角度來看 目前來講台灣這個國債問題 是不是已經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步 如果再不改這恐怕就像剛剛委員所擔心的 這個未來無法想像 不要忘掉我們現在利息支出一千多億 是我們的利息很低 才一兩趴 那將來假如是正常回到4%5%的時候 那恐怕是已經倍增了 第二個其實我們的稅收也不盡然是低 因為我們現在的所得稅 大概有77%是薪資所得去貢獻的 真正所謂的資產所產生的所得 那個貢獻度很低 這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整個稅收 其實是有點傾斜到以那些勞力出售勞力的人為課稅 越擴大 到底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講的是一個應然跟實然的問題 應然的部分大家就是看教科書 大家都知道這個負債太高不好 實然是說有誰敢去加稅 有誰敢去削減消減支出 我覺得這不僅是藍綠 當然我們也看到剛剛您那個數字 從97年總統當選之後 就開始先來個500億的擴大內需 然後就開始做800億的這個消費券等等等等 所以我們接下來又碰到88水災 又就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特別條例 這個整個特別預算是一毛錢都不是政府的 就完全舉債1600多億 所以我們的債務就一直這樣累積上去 可是你剛剛您提到 這政府負債是中央政府 不要忘了我們還有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負債將近7000億 各縣市 很多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都已經破產了 薪水都發不出來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要舉債 舉債各地方政府就拼命放煙火 辦什麼燈結 我覺得其實這個施政的取捨 在於在乎這個行政首長 可是一般來講 現在地方的行政首長或中央行政首長 幾乎沒有人敢說 好 我就有些錢 煙火來跨年 我少花一點 不行 因為少花一點 就選票會少一點 所以我要多花一點 那接下來剛剛提到說 我們的租稅負擔 其實坦白講講 薪資的薪資所得者的租稅負擔是蠻高的 他除了這個我們的所得稅之外 還要付什麼 還要健保 健保 你可不可以不付嗎 不能耶 你可能要勞保 勞保費用你要交 那軍公交也 軍公交他們自己的保險 可是這些勞保也好 軍公交的保險 甚至國民營接近保險也好 老百姓都交了 可是問題是這個潛藏的負債還很多 也就是說他們所交的錢跟將來要支出的錢 中間的負擔很大 那誰敢讓公保破產 誰敢讓退補基金破產 誰敢讓勞保破產 那既然不破產又不敢增加保費 怎麼來 還不是要從稅金來 因為從稅金來的話 大家不會感覺說直接從我口袋來 來付這個保費 來付這個健保費 而是說我們平常繳稅 政府就拿這個錢 那政府拿這個錢補這個東西 還有錢來做建設 還有錢來做預算嗎 而來做其他的這個硬體建設 或軟體建設 或其他的國家發展所需要的 這個預算支出嗎 我覺得就沒有了 所以問題也在乎執政者 也在乎這個整體的這個結構 所以我想請教馬老師 如果我們依照這樣子的花法 這樣子的不把問題就是 好好的去想辦法解決的話 那是不是就像很多專家所說的 大概15年20年後 台灣就成為一個下一個希臘 或西班牙 首先就是要成為希臘 是不容易的事情 今天你首先要在歐元區裡面 才有可能變成希臘 若不在的話 即使像南韓這樣金融海嘯崩潰了 照樣起來意味活龍 所以不要拿這些東西來嚇老百姓 我們今天該做的事情就是 利用舉债來維持政府的支出 本身是錯誤的 但是如果政府要支出 就必須要向人民收稅 那是天經地的事情 而收稅的時候 有所得就要課稅 那才是真正的公平正義 所以台灣現在出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這些中等所得的 這些薪資所得者 像剛才黃文元所講的 他們已經交了這麼多的稅 剛才黃文元還漏掉營業稅5% 那個是逃不掉的 所以就薪資所得者來說 他稅交得非常高 可能跟別的國家相比都算偏高的 但是為什麼今天呢 這個國家的薪資所得者 負擔了77%的所得稅 為整個國家提供了最主要的 這個收入來源 這個國家還這麼窮呢 也就是太多人是不要交稅的 或者他可以獲得非常高的免稅 所以今天你要問的是 這個免稅 這個不要交稅 這個優惠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適當的 是不是對整體的這個正義 是有正面的意義的 或者是真正幫助國家在發展 其實都不是 今天我們真正只是在 圖利這些有錢人 圖利這些不老而活的人 讓其他人替他背著這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真正的問題 出在我們的整體的 不論是租稅結構 還是整個政府的支出結構 裡面是有很多非常錯誤的 剛才提到這個租稅負擔率 我們也非常低了 但是我們還漏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水費 電費 油價 你每次聽到我們的這個 主管的這個部會出來 他說我們是全亞洲最低的 或者他說全世界最低的 這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 本來這些支出 應該是使用者付費的 結果政府還給你 由政府的供應事業的虧損 來支撐 由政府撥各種各樣的 這個稅收來補貼 其實這個部分 是另外一種減稅 你把這個減稅放進去 我想我們可能連10%都不到 是 其實老師 還有幾位專家提到 就是說其實在我們面對 所謂國家債務的問題 大家會想說 如果我多交一點稅 那麼真的能夠改善問題 當然是很好 可是另一方面有去想到 所謂的公平性問題 為什麼明明我賺的錢就是死薪水 那為什麼呢 我周遭的親友他可能炒股票 炒土地 他賺了很多錢 他卻不用繳稅 這也是長期存在於我們社會 大家的質疑 但是政府為什麼做不到稅制改革呢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來看 就是看到了 就是說我們剛提到的加稅的問題 那麼如果說我們剛提到 如果說今天要加稅 很多民眾會願意來加稅 但是你心中的質疑是說 如果要加稅 卻加不到那些有錢人的稅 那麼是不是我為什麼要成為那個 誠實繳稅的所謂的好國民呢 所以我現場想要請教幾位來賓 現場的觀眾 我就提到就是說 剛剛提到了 專家提到了 我們的國債問題真的很嚴重 那麼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國債問題嚴重 你們會贊成用加稅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來解決國家的債務危機嗎 如果你覺得你願意贊成的話 你幾千 可是如果你覺得不願意的話 請你舉查 我們看看你們的想法 是 我們現場四位觀眾朋友 其中有三位是圈的 那有一位是差的 我先來請教一下 不願意的這位朋友 為什麼你不願意透過加稅 來幫助政府改善他的財務問題呢 我認為會缺 就像剛剛老師們所講的 會缺嫌是因為入不敷出 那出如果過大的話 那入再多也沒有用 那像去年的預算來講 上照的預算算不到1%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監督 是有問題的 那如果政府是要照這樣 花錢下去的話 我覺得加多少稅都沒有意義 是 那如果像你這樣的想法的話 因為支出也無法減少 那債務 這個我們稅收也沒辦法增加 那債務持續的增加 那問題就是一直越來越 如滾雪球般 越來越大 那面對這種問題不是它 問題越來越嚴重 到最後根本就無法解決 主持人 我可能要修正一下 你剛才這個表達的方式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說要加稅 我們要改正這個稅制 所以到最後呢 很可能是薪資所得者的 這個租稅負擔反而減輕了 但是當初呢 被政府的這些錯誤政策 特別優惠的 譬如說炒地皮的人 或者炒股票的人 或者高科技產業 如果這些本來該交稅的人 他現在交稅了 那個就叫做加稅 但是對於薪資所得者來說呢 因為他們交稅了 說不定你的這個負擔 反而可以減輕 所以是減稅 所以我想你必須要把這個意思 講清楚 才能得到他們的認同 或者不認同 否則我們這個講法是沒有意義的 是 好 我會有意義的 很多個